腰椎压迫神经腿疼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樊勇 西安市洪汇医院 骨科蜕变与肿瘤病区副主任医师 腰椎键盘突出 或者是腰椎的椎管狭窄 腰椎滑脱 所导致的根性的症状 主要是下肢的疼痛 它压迫神经之后出现了一个疼痛 这个分高位和低位 如果是高位的椎键盘突出 它往往压迫的是骨神经 是以大腿前侧和小腿内侧疼痛为主 如果是下肴椎14515第一椎键盘突出 它往往压迫的是坐骨神经 以臀部小大腿后外侧 小腿外侧足背疼痛为主 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坐骨神经痛 一般出现压迫神经后的疼痛 建议还是首先是到医院去做检查 明确压迫的程度 压迫物的性质 来决定治疗方案 早期对于年轻患者 或者早期犯病的患者 我们肯定是采取正规的一个保守治疗 包括卧床 包括药物治疗 患者的症状往往都能够得到 有效的控制和缓解 对于一些严重的 合并有马尾综合征表现的 呼音部的麻木 大小便的功能障碍的 我们需要急诊去手术治疗的 我们需要急诊去手术治疗的 对于年轻患者的病毒